由美国德州私人企业直觉机器公司研制的一个名为奥德修斯的无人航天器 2月22日成功在月球南极附近的陨石坑着陆 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首个在月球着陆的美国航天器 也是全球首个在月球表面成功着陆的由私人企业研发的航天器 航天器上搭载了美国航天局的多种科学探测仪器以及商业载荷 而美国希望在进行一系列无人航天器商业飞行登月之后 最后在2030年之前再次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航天器在着陆过程中出现过一次惊心动魄的意外 那就是在航天器降低高度准备着陆时 它的自主导航系统突然失灵 最后是地面上的工程师们发出未经测试过的牌账指令 才确保登陆成功 当地面控制人员与航天器最终恢复联系之后 信号仍很微弱 这意味着航天器已经成功着陆 但是航天器的状况以及着陆后的姿态仍无法确定 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纳尔逊高度赞誉成功登月 称其为一个胜利 强调奥德修斯征服了月球 韩国政府2月23日将该国医疗危机警报级别 上调至最高级严重级 近来韩国实习和住院医生为抗疫政府医学生扩招计划 而采取请辞等集体行动 据韩国政府23日消息 截至21日实习和住院医生工作的百家实习医院中 共9275名实习住院医生提交辞职报告 占实习住院医生总人数的74.4% 离港缺勤的人员较前一天增加211人至8024人 保健福祉部针对不回应返港复工命令者将采取吊销 执照措施 而法务部则对集体行动挑动人员坚持逮捕调查原则 尽管面对政府的施压 离港的实习住院医人数仍在增加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2月22日报道指出 龙年医史许多地区的医院新生儿人数明显增长 今年渴望再次迎来龙年生育小高峰 江苏无锡一家医院春节期间总共皆生216位龙宝宝 数量较去年增20% 安徽邦步另一家医院也说 新生儿数目从去年的109人增至138人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一18日发布 新生儿人数更同比增长71.9% 多达232个龙宝宝扎堆报道 由于在中国传统12生肖当中 龙被公认是最吉祥的生肖 因此长年以来 都有中国人特别喜欢龙年生龙子的说法 数据显示 上2012年的龙年 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达1973万人 不仅是本世纪最多的一年 甚至比后来开放生二孩 三孩的年份都高 有专家表示 龙宝宝只是阶段性的现象 要真正提高青年的婚育意愿 还是要建立健全 积极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 显着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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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